为吴阿平 你 1990年9月生 大学学历 吴曾有名 接到工作指令后 我们经过大量走返调查工作 最终将吴阿平锁定 在明确位置后 7月22日找到吴阿平 为争取时间 我们就近联系了 当地公安机关 并对吴阿平开展出审工作 2017年12月18号 吴阿平到玄藏寺要求供奉牌位 并在登记表上填写松井石根 古寿夫 野田义 田中军级 向井敏明 华群 六人名字 当时僧人林松 询问被供奉者 是其亲属还是朋友 吴阿平谎称是其朋友 我去课堂 在那个网上排位的登记本上 写下了这几个人的名字 然后师父问我 跟这几个人的关系的时候 因为要么是亲属 要么是朋友 然后我觉得往亲属上看不了 就跟师父说是朋友 据了解 寺庙按照每个牌位 每年一百元标准 供奉五年 供收费三千元 林松开具了收据 著名供奉时间 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二 当时是因为生活上 工作上都特别不顺心 压力特别大 晚上根本就经常睡不着觉 然后做噩梦 然后只能靠吃安眠药 来让自己睡一会儿 然后那个时候又正好在看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书 然后在梦里结果后来做噩梦的时候 就总是会梦见 会梦见这几个人 然后就觉得他们的鬼魂缠绕着我 特别想跟所有被我伤害到的人道歉 就是特别特别想跟所有人忏悔 就是真的是不知道做什么能够弥补 觉得我也愿意接受法律 给我的任何制裁 这就看来要去 我来不说 很久我来不说